小金人塔塔洛斯又出来搞事情 只见他双手一摇之后 又再次对着地球洗来 地球上 鸟威奥特战士从天而降 小金人想要袭击地球 先过这俩兄弟一关 塔塔洛斯一阵念叨之后 随着电闪雷鸣怪兽军团冒了出来 他们分别是加佐特 戈尔赞 以及能量摩提莫尔瓦亚 大战一触即发 两奥率先发出攻击 这三只小鬼怎会是两奥的对手 只见一招合体闷翻戈尔赞 两奥分攻明确 在各自钳制一怪兽之后 就将两怪举起 随后重摔在地 面对退了毛的戈尔赞 两奥又是一个合击重拳 将戈尔赞先翻在地 只见盖亚召唤光子兵刃 阿古如召唤光子粉碎机 两个光鞭合击甩出去之后 三只小鬼痛不欲生 清客被炸毁了老家 阿古如还没来得及装十三 就与盖亚解决了这场战斗 阿古如与盖亚一个会议之后 迅速的飞升一跃 追寻塔塔罗斯去了 塔塔罗斯随手一摇 便来到了迪加的世界 这个金子塔里面便封印着迪加 金子塔猛然崩砍 基里埃洛德从里面蹦了出来 是敌是由 大蒙凯格一一时搞不清楚 但基里埃洛德迅速以小金人交起手来 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这一战 大蒙凯格支持埃洛德 塔塔罗斯也不是等先之辈 顺时一招就将埃洛德击趴在地 只见他一个鲤鱼打挺 就摆脱小金人的二次攻击 看来基里埃洛德还真不好对付 于是塔塔罗斯不讲武德 开始摇人 只见小金牛小金剑被摇了过来 对着基里埃洛德就展开车轮战 小金剑极其敏捷 用剑抵住埃洛德 小金牛顺时以牛蹄投袭 面对阿布索溜特三流氓 基里埃洛德只有八腿开流 一肚子坏水的塔塔罗斯 正在给一剑一牛下达作战任务之时 天空光芒四剑 在究极赛罗的带领下 带拿阿古如以及盖亚出现 带拿先热热身子准备打干 盖亚赛罗准备就绪 一场四对三的混战就此展开 塔塔罗斯依旧VS赛罗 阿古如带拿VS小金牛 盖亚则单挑小金剑 在群殴之余 带拿跑到迪加的石像面前 带拿使用胸前水晶 一招奥特充能试向迪加石像 迪加吸收了带拿的能量之后 一柱巨大的光芒泛过之后 迪加奥特曼正式的复苏过来 见到大哥醒来 带拿当即祝贺 可就在这时 赛罗被打了出来 迪加带拿一招空拳 将小金人打一猎起 随后再次与小金人短兵相认 树莓光束闪过 幻战的场面更加混乱起来 小金牛云头转向 见水打水 有了大哥迪加坐镇 塔塔罗斯也只能一头雾水 于是第二回合的混战就此展开 迪加给了塔塔罗斯一拳 随即便与其近身之战 塔塔罗斯没有占到丝毫便宜 于是便开始交换战场 盖亚单挑起小金牛 并且与小金牛硬碰硬的比起拳法 一分力量对峙之后 这高猛的小金牛居然被盖亚举起 此时的小金牛乱了张法 遭受盖亚顶撞 小金牛被盖亚打得连连后退 居然被盖亚双拳闷翻在地 此时的小金牛癫狂般的冲向盖亚 却被盖亚牵住牛角 随后又被盖亚甩了一个猎起 小金牛见识不妙 只好把阿腿开溜 小金剑VS阿古如 这两位剑客 就这样快如闪电的拼起剑法 很明显阿古如的剑气更骚气一点 但小金剑一个接招便击中阿古如腹部 小金剑越战越勇 对着阿古如狂斩起来 阿古如一招剑气伤了小金剑 迪加小金人乱入境了 大哥迪加先中一拳 二迪戴拿还了一拳 在大哥面前二迪戴拿越战越勇 居然连接几招后 一拳正中小金人腹部 一个铁头弓成功拿下一血 塞罗趁势也前来补刀 此时的小金牛坐起了过山车 塞罗越打越猛 随后一束金光泛起之后 中奥特曼准备结束战斗 只见一束五对三的对波之后 阿布索琉特三流氓不敌五二 爆炸之余 小金人算是开了个后门逃离 至此拼成四截加塞罗 取得了对战阿布索琉特一族 阶段性的胜利 中奥特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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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历了